好,那我们今天是要来针对之前的影片 使用Use Contest,还有Use Reducer管理Stat的这次影片进行一个补充 那原因是因为我有看到观众问说 要怎么去新增一个编辑讯息的功能 就是编辑我们ToDo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 那这边另外讲一下,就是大家给我的这个回复 我都有一个一个去看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给我一些建议 那我是觉得还不错,就是可以跟观众互动这样子 所以你要是有想了解的Concept 你可以留言跟我说,或是我没有提到的部分 你也可以帮我补充,或是告诉我说 我哪里讲错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所以就很谢谢这些观众愿意给我一个feedback OK,那我们今天就直接开始 好,那现在这个ToDo的App 它能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就是输入我们的ToDo 然后我们可以去选择要完成它,或是把它删除 就这样而已,没有这个编辑讯息的功能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要怎么样去编辑这个讯息 好,要先知道的是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ToDo 我们这个ToDo是一个阵列嘛 我们先打开之前的档案 今天会用到的档案先把它打开来 OK,这个Reducer OK,这个是我们的ToDo 对不对,我们新的这个ToDo都会放到这个阵列里面 那我们是不是也有给它一个ID 对,每一个ToDo里面它都有一个ID 然后它的ToDo content 还有是不是已经完成 这几个key和value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针对去看说 诶,你今天编辑的是哪一个ToDo 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就是用这个ID去判断 编辑第二个 那我们就会根据它的ID去找说它是哪一笔资料 然后把资料拉出来 然后改写之后再重新放回去这样子 好,所以先有这个概念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先打开Reducer这边去再新增一个Actions 虽然我们Actions这边其实都没有做太多的功能 对不对,我们就只是针对这个 如果它今天Dispatch进来的是AddToDo的话 我们就给它Return一个可能State之类的 我们在这没有做太多很复杂逻辑的处理 但如果你要去这边处理的话也是可以 但是我们已经在Contact这边去处理了 所以就只是单纯的去看说 它今天Dispatch进来的是这个AddToDo 那我们就直接一样ReturnState ReturnState回去就好 那储存以后这一支答案就可以关掉了 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来先看一下这个ToDo form 这是我们新增ToDo的地方 那它现在当然也要可以去编辑嘛 OK,所以我可以把这个State把它删掉 然后呢,怎样? 我们把这个State搬来这个Context里面去宣告 我们在Context里面去宣告这个State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希望等一下这个ToDo 还有这个ToDo form 都可以去Share这些 这个State 好,所以就把它贴上来 那名字应该也要改一下 比较恰当 那我就叫 呃,ToDo 我就叫ToDo好了 然后SetToDo OK,SetToDo 好,然后里面这个格式 就是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要依这个ID为依据嘛 所以我们这个State里面应该要一个预设的ID 那我先把它设定为0 好,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的 ToDoContent了 我们ToDo的这个文字 这边拼错了 好,那预设是空字串 好,那储存以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ToDo 还有这个State的ToDo 直接加进这个Value里面 OK,所以这边 ToDo 然后还有StateToDo OK,那我这边还想再新增一个State 好,叫做你今天是不是开启了这个编辑的模式 好,所以Add the Mode 好,那预设的话 我们编辑是给它关起来的 OK 好,那一样要把这两个State 也isPro出去 哦,不是isPro 加到这个Value里面 然后让我们其他的Component 也可以去Share这个State 好,那我就加在这边 然后 SetEditMode OK 这边忘记加一个动号 好,那储存完以后呢 我们先来处理一下 这个 先来处理一下这个ToDo 把我们ToDo的资料 列印出来的这个地方 这个Component 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 再去把另外两个 我们要使用的这个State的Function 给直接解构出来用 好,那第一个是我的 SetEditMode 好,那第二个是我的 SetEditMode 好,就这两个 好,然后我这边会去新增一个Function 叫做我要去开启这个编辑的模式 所以Enable 叫EnableEditMode 好,然后这个Function它会接收到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ToDo的ID 第二个是我们ToDo的Content 好,然后它会在什么时候去触发呢 我们这边要再去新增一个按钮 好,那我就把下面这个Delete复制就好 OK,那叫它Edit 这个Function 这个要去按下论区直线的这个Function 就改成EnableEditMode 好,然后我们要送两个参数进去 第二个是我们的 ToDo的 ToDoContent 这个 好,这文字改一下 好,然后这边呢 我们第一个 因为我们已经按下Edit这个按钮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编辑模式给打开来 所以SetEditMode把它变成Tree 好,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按下这个Set 我们就要设定下这个值 SetToDo SetToDo这个 好,那还记得我们刚刚 这个ToDoHard这个预设State的样式长什么样子吗 我们是丢了ID和ToDoContent进去嘛 所以我今天也可以直接把这个ID 还有这个ToDoContent直接给丢进去 ToDoContent 好,这样就设定完了 好,那这边设定完以后呢 我们就要来到我们的ToDoFront这边了 好,然后把刚刚的那些State也解构出来使用 是我们的ToDo 还有这个SetToDo 好,然后这边一样要去判断一下我们的这个EditMode 我们就要把这个EditMode给解构出来 好,因为我们要去判断说它目前是属于编辑模式还是新增模式 好,因为我们只有 我们今天这个Demo只有用一个Input而已 好,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好,那解构出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Value当然也要改一下嘛 所以 ToDo.ToDoContent 好,然后这个Set的Function呢 也要去改 也要去改 我们要把它 改这个SetToDo 好,那这边不一样的是我们要去保留前一个State 所以我们需要去取得前一个PreviousState 好,然后回传门PreviousState之后呢 把我们新的ToDoContent给加进去 好,这边少一个点 好,1点Target 打Value OK,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好,然后这边也是要改一下 好,那现在储存以后呢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EditToDo这个功能不能先正常的运作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改了蛮多东西的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好,重新整理一下 输入个123 然后456 好,那如果我现在按一下Complete 还是可以正常运作没有问题的 Delete也可以 好,但是现在这个EditToDo 这个还没有任何的作用 好,但是你会发现说一件事情 我们重新整理一次 123456 好,然后把它清空以后 我们按下Edit以后 它就会取得我们这个ToDoContent里面这个文字了 然后就把它放上来这个Input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去针对 这个ToDo来进行一个文字的修改 好,那要怎么来修改呢? 我们前面是有提到说 我们需要它的ID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先来判断一下说 目前是不是这个编辑模式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正常的EditToDo这个方式 好,所以这边判断一下 如果不是EditModel的话 我们就正常的执行 那如果是编辑模式的话 我们要去宣告一个新的方式 在我们的ToDoContext这边 所以跳来我们的ToDoContext这里 OK,我们在底下 这边好了 在DeleteToDo下面去再去新增一个方式 叫做UpdateToDo UpdateToDo 好,那这个UpdateToDo 它一样需要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的ToDoID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说 你去编辑哪一笔ToDo 然后才可以去更新哪一笔ToDo 第二个是我们的ToDoContent 我们要更新的内容是什么 好,这边我需要一样新增一个NewToDo OK,然后State.ToDo 然后点Map 好,这边我选择用这种方式 就是去 掃我们目前的每一笔ToDo 去判断一下说 我们今天这个ToDo的ID 是不是等于 我们传进来的这个ToDoID 那如果是的话代表什么 如果是的话代表现在这个 在这个里面 是你目前正在编辑的那一个ToDo 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这个NewToDo给它return回去 然后把前面 把这笔ToDo前面资料都先保留 因为呢 我们只要更新它的ToDoContent而已 好,所以就把ToDoContent给丢进去 这样子就OK了 那如果不等于呢 不是的话呢 那我们就一样 直接回传ToDo就好 就不要做任何的变动 好,那这边写完以后呢 我们一样去Dispatch它 然后Type的话 就是我们一开始新增的 Actions的Edit 然后Payload一样 然后把这个ToDo 给丢进去就好了 把这个NewToDo丢进去就好了 OK,好,那这样应该没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要 需要把这个UpdateToDo 丢进我们这个Value里面 让我们这个ToDo Phone可以去使用它 所以把这个Update ToDo给解构出来 然后在这边去使用 然后我们要传进去的 有这个ToDo的ID 还有ToDo的ToDoContent 好,那现在这样子 我们应该可以去编辑我们的ToDo了 OK,我们来看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好,然后这边先输入一下 随便输入一个文字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在输入以后 还要把这个Input清空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 按下Enter以后它没有办法清空 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几笔的编辑有没有成功 我们来编辑第二笔 所以我按下Edit以后 然后去上面去修改它的文字 然后按下Enter 你们看到说我就把这一笔ToDo给修改了 成功修改了 那其他笔呢 一样是可以去修改的 我们调第一笔好了 按下Edit 然后一样去做一个新增 去做一个编辑 OK,这样就可以成功编辑我们的讯息了 但是现在其实还有几件事情要做 第一点就是说 假设如果我们今天把这边全部删掉 然后再去打文字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目前还是在编辑模式里面 所以我们一旦编辑结束以后 应该就要把这个编辑模式给关掉 设成FALSE 让它可以继续去新增它的ToDo 那第二点就是说呢 我们编辑完以后 按下Enter以后 这个Input应该也要被清空才对 这样才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就来慢慢完成这些事情 现在完成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关闭这个编辑模式 那关闭的话很简单 我们只要在Update以后呢 去把它这个 去整并再引入一个SET 这边应该把那个SETEDIT MODE给引进来 SETEDIT MODE 把它引进来 把它改成FALSE 就把它关掉的意思 更新完之后就关掉这个模式 那一样储存 回来重新整理一下 随便去新增几笔资料 然后清空EDIT 这边按下去 没有问题 那如果我们现在清空的话 再去输入一些文字 按下Enter 你们看到 我们新的ToDo就被加进来了 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去清空Input里面的文字 那要怎么去清空呢 一样去使用这个SETEDIT 在每一次更新完以后 都把SETEDIT里面的值 都变成预设值 我们预设值在 这边 ID0 然后ToDoContent 是空字串 就直接把它丢进来就好了 OK 这样子 好,储存 好,再来看最后一次 123 我们看到这次按下Enter以后 我们的Input就被清空了 好,然后再新增几笔 那一样去编辑它 我编辑第一笔 好,然后输入一下 改变一下 按下Enter 好,没有问题 然后再测试一下 能不能新增新的ToDo 也是可以的 好,所以我们就很快速很简单的 把这个ToDo 能不能够编辑信息这个功能给完成 好,所以 如果大家想到什么很好的优化方式 也可以在留言区上面 跟我讲 因为我今天这个方式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是可以解决那一会观众的问题 好,所以针对这个编辑信的功能 应该就到这里 好